針對死刑事件 限縮試用範圍的結果 演藝圈的大姐大白兵兵一開直播 不但怒轟Face支持者 還槓上大法官 身為受害者家屬的白兵兵 1997年歷經一場追星之痛 當年就讀高二的女兒白小燕 上學途中遭到綁架撕票 被棄屍在泰山中港大牌 嫌犯陳靜新在內供三人 案發後展開逃亡 其中林孫生和高天明 分別遭到疾病和引誕輕生 陳靜新一度挾持南非五官 經過談判妓卸投降 兩年後槍決伏法 竟然讓白兵兵不止一次公開 反對廢死 同樣是受害者家屬 台北市議員王欣怡 過去曾在臉書揭露 記得姐姐王婉怡19歲那年 因為同校男同學黃志忠 追求不成 竟然遲到殺人棄屍 黃志忠雖然已經伏法 但王欣怡和父母 承受著永遠的痛 如今死刑事件結果一出 他出面痛批 根本是假和憲 感覺就是假和憲 真廢死 完全是在玩文字遊戲 企圖匡騙社會大眾 為了保護罪大惡極 殺人加害者的人權尊嚴 那受害者以及其家屬 難道都不是人嗎 被害家屬先生喊話 一場死刑事件結果 再度讓廢死爭議 浮上台面 明星文綜合報道 Covid-19來勢兇兇 民視新聞為您提供 最正確的防疫資訊 趕快拿起MOD遙控器 自選50 自選20 加入民視新聞台 明星文綜合報道